哈喽大家好 又到了半年一度的阳台乾坤大挪椅时间 去年我看了一下大概是在4月8号左右的时候弄的 主要是要把这个花甲挪到这边来 然后今年要提早一些了 这个底下的阳洁梗一直照顾不到 有一颗已经长得很高了 所以被我拿上来了 然后这两颗我觉得也得把它们弄上来了 然后前两个星期一直在下雨 我的醋们都涂得很丑 所以今年我打算收了球之后就不种醋了 等以后有院子的再种吧 毕竟对比之下这样完全不用管的 又好看的叶子们也是很香的 根本就不用操心 比它们好管多了 对了我还要说一下 今年我的绣球因为修剪早了 然后导致这上面的这个芽点 看就干枯了 后来我看了海妈的视频才知道我剪得太早了 但是今年当时是因为有寒潮嘛 然后我当时担心动刀啊什么 反正我就给它剪了 然后现在这里还是有花苞了 好像这也有 有好几个花苞 之前就是也是一直没有管到它们 然后导致这个叶子啊 有一点失虑 比这个严重多了 然后浇了三次硫酸亚铁吧 现在又滤回来了 然后今年我就不打算调蓝了 我没有放调蓝剂 因为去年一直都是蓝色的花 我就今年特别想看粉色花 所以今年就看它的造化吧 我的蓝莓已经在结小果子了 好了话不多说 我要开始干活了 主要是我今天这种实际上是吃的太沉了 我得消化一下 把花架挪过来之后 瞬间感觉这里大多了 来看这里的植物也感觉更方便了 把多肉们拿过来了 这都是前年12月份牵拆的小苗苗 经过一年多的生长 长大了很多 这边是放了一部分 一直要在这里待到秋天了 其实我在半个月之前 就已经把阳台的布局全部都换好了 但是因为我的扁桃体发炎了 听我的嗓音 是不是很有雌性 因为我现在嗓子剧痛 然后现在这个阳节肯都已经长得很高了 蓝莓也结了很多果子 这样看一下 现在蓝莓上面已经没有什么花了 全部都是果子 特别是绿宝石的果子是最多的 然后本来已经不打算拍这个视频了 第一是因为我现在嗓子实在是太痛了 第二呢 就是阳台阳的植物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 唯一有变化的就是 我把其中一个扁插的绣球花手居太大了 送给了隔壁老王 还有这里的一些脚颈 因为最近就天气一暖和 然后脚颈就蔫了 我就把脚颈都挖出来给老王了 在他院子里就这两天发现长得还是不错的 但是三色颈在我家长得还是挺好的 就是植物没有特别大的变化 就是长大了 然后这个牛油果是我去年白智齿的那天晚上吃的牛油果 现在它的根已经长得很长了 看一下 长了很长的根 然后叶子也快要长出来了 这颗就是我的智齿牛油果 唯一让我觉得很淡疼的就是这个 绿宋石鸢尾 就这个 就只有两根枝条 就完全没有看到任何开花的希望 但是讲来讲去 阳台这么大就还是这么大 它不能因为我怎么规划它 它就变得更大 我终于想到了一块地方 就是这里 这是我们家猫房外面 这里有一个至少有一平米的一个空间 这里是放空调外积的 为什么我之前想不到这个地方呢 因为我们家的猫房的这个这里 看一下这里都是打的玻璃胶 这个窗纱是碾死了的 然后包括这个 这个玻璃也是完全完全完全打不开的 它都被粘住了 就在猫房的这个窗户外面 这个窗帘已经完全被猫搞坏了 也拉不下来 也拉不上去 所以我打算把这个窗帘拆了 然后暂时把这个猫排架的梯子挪开 应该就可以把这个窗户打开了 把窗帘拆了之后 瞬间感觉猫房量长了很多 这个窗户都变长了 但是呢 刚刚找到钥匙 把这个打开 发现只能开 开到这么多 就开不开了 然后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这个 所以现在把这个拆了 爽 那这个就可以开到头 哇 这个窗户是不是就可以开到 哇 这下就爽了 这样 我们就多了 一个平方米 哇 还有一些这样的擦不干净 然后我们就一边用这个喷 一边擦 就分分钟就能擦干净了 感觉要get到了 喷壶的新用法 往下这个 刷窗真的超级干净 好了 现在这个刷窗已经完完全全打扫干净了 现在我们可以打开这扇纱窗 哇 现在可以打开到这么大 然后人就可以进来了 看一下 这里面 我就算是搞一个架子 架在这里 也完全可以放很多很多很多花 或者我可以搞一个小桌子 放在这里 反正只要高度不超过这个栏杆都可以 完全不会能掉下去 这里 这里楼下还有很长一段 看一下 隔壁也就好 都放了杂物 就我们家这么浪费 真的是太可惜了 浪费了真正亮年 不过这上面都有顶 居然还会有人把扑克牌 香烟头扔到这里 哎 也是挺讨厌的 好了 这块地方既然已经空出来了 之后我就可以想一想 要把什么东西放过来呢 好 这个沙窗 猫猫是死也打不开的 你能打开吗 嗯 非常 没有了窗帘的窗户 没有了窗帘的窗户 你在干嘛呢 嗯 再也没有窗帘绳子给你抓了 都是你 都是你抓的 我告诉你 就是你 哦 熊